不断的夹断 皆被担保天 到底铸丧林 因为有好派 他积极备战 将全省警力扩充至58个县12个总队 一旦发生危机 这支警察队伍就可以武装抗日 形成保家卫国的一股力量 九月的星 见证强盗的倒闭 像猛兽的死药 红水的喉嚼 永远忘不了 疯狂的沙 土海一寸人用神话 撕毁面具 安在夸夏雨如夜糟蹋 总是装扮公容的嘴脸 要拯救这种话 总是狠出刺刀的暗光是豺狼的尖牙 总是一副刀貌 黯然作作的样子 在红红泪沉的中间 就能听见天空说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拿起枪不投降 至少也要上战场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保家乡不沦丧 开个洋 抗战以后 军民隔街起高康 慢慢的装带了捍卫主权的声势和力量 当时的哭 一句难以说清楚 逃着不能遮体的 不肯遮体里的泥土 总是扛起重游前进的钢炮来取之地 总是到处有局 扶着步枪和小米 总是和一些罕见的阴线来抗争我语 在半睡半醒中间 清晰的听见大地说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轮起到不苍皇 分体策马水边浆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去到飞不闹中 正起康 Zither Harp 不知不觉过去了 往日的时光 居如的记录本还在 绝不能遗忘 匆匆忙忙的现代人 请不要迷茫 这一个用鲜血替换来的民主要不强 希望官员认真才能走出那昏黄 也抬望人们的心目中 存在着暗凉 心里有用处斩鼓声和好受的激昂 突然在四方的最中央 听见人民说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拿起脸不回头 挥寒撒变到故乡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轮起步不止一楼万丈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抓贪官打老虎 出境制度追牢笼 他说炮火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 向前冲 中国梦 这点痛算什么 出境者送着 阳火中当然 赢火中 河火中